今天有很多新股上市 七个多 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其中一间上市代表 邀请到艾德伟孙 连职主席兼行政总裁 Steve上来跟我们谈谈 公司的发展部署是怎样的 恭喜你 首先公司可以成功上市 有这么多新股一起上市 招股反应挺理想的 超限过百倍 可惜股价今天要潜水 会否有些失望 也会有 但坦白说股价有很多综合因素 作为企业最重要是将自己的业绩做好 希望跟投资者再沟通 令股价真的可以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 为什么我们说潜水一天会失望 可以翌日追回 因为公司在早几年前已经想着上市 不过不是选择香港 选择了内地新三板上 接着又放弃了 又想上A股 又放弃了 最后就选择香港 第一为何不选择香港 做首选择 第二为何在香港和内地市场上有什么分别 最后都是选择香港或做上市 这个决定是怎么来的呢 确实我们公司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我们一开始公司是专注于中国市场为主的 因为后来我们开始觉得有IP的引入 开始对于很多国际的市场 尤其是公司在国际市场的 Grand Reputation 就开始重要了 再加上我们开始对一些海外公司有并购的想法 所以香港市场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好 跟我们谈谈公司的业务 如果你看开招股书 很多的说法最简单 第一个叫整合营销解决方案 另外一个叫体育及娱乐IP拓展 说完出来可能很多省会都解释不到究竟是做什么的 看到你的网友里有很多大的品牌在 究竟这个生意模式是怎么赚钱的 明白 我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Activation的定位是 Activate Premium Brand在Greater China 我们定义Premium有两大块 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整合营销 所以我们帮很多顶级的品牌 包括LV 包括Dior 包括Kuji 做它的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有三方面 包括体验营 即是Event 包括数字营销 亦包括公关 亦包括PR 这方面就是我们的整合营销 我们叫 Integrated Marketing Service 因为我们有IMS 开始引入两个IP 一个就是西甲 十年独家在中国的营运权 第二就是还法 十一年独家在中国的营运权 所以这两块大的业务 就是构成了整个Activation Group 我想第一部分大家都知道 推广一些品牌 帮他们落地接触客户 第二就是拿知识产权去做发展 你扔着大品牌 这个与经济很大关系 现在我们都知道 内地的经济放缓 这九成多的业务都是来自内地 经济增长放缓 消费虽然顶住内需 但需求零售消费 其实都是放缓了 再加上现在的消费模式 在内地也转了 或者环球也转了 未必是看实体店 可能很多都是手机的推广 在这些演变 这些经济的放缓 在这几年里面 对你们的影响有多大 我或者简单给一些数据 其实我们重点在 Primium Brand 整个市场的厚务是300亿 其实很大的 譬如今年你见到LVMH Richborn和Ermas 其实做了业绩公布 Ermas和LVMH 是说year versus year 同比增长18% 是亚洲 而Richborn 甚至乎有20% 所以在Primium Brand 在零售方面 其实就没有很大影响 因为我们是做市场推广 ofPrimium Brand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 相对来说都会小 虽然经济下跌 似乎高消费好像不影响 经济影响不了 但行内的竞争又如何 你刚才说的那些大客 是不是一定会找着你 那个终诚度 是不是一直会黏着你的 如果我们看公司的数据 无论你们上市的时候 有些收入也好 盈利也好 甚至乎乌利率 似乎近两年开始有些波动 上落得大一点 而现在的毛利率 也去不了当年勇 即16年时可以去到37 现在最新的毛利率 虽然上升到32% 但又好像不及的 去不了最强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因为竞争大 还有大客户会不会失去你们 可能大家也会担心 明白 我大概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在整个市场 刚才所说的整合营销 整个premium market有300亿 我们在event里面是龙头 但我们说的市场只剩下6.35% 其实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如果你看到数据 我们过去的revenue 三年里面的复合增长率是37.5% 其实如果单独看2019年上半年 我们同比增长是70% 所以毛利率你看到有少许改变 但如果看净利 2016年的净利率我们是10.6% 其实2019年上半年的净利率 我们都是10.4% 主要是来源因为数字营销 和体育IP的爆破 所以毛利率可能有少许变化 但净利率其实是持着增长 尤其是数字营销 和我们说的体育IP 我相信继续的毛利率 或者净利率会位置 那未来公司的发展方向会怎样 IP这个业务其实相对新一点 那个潜力有多大呢 今次你们集资 其实大部分 就是超过一半 其实是双线发展的 就不要特别说 投资在哪边多一点 未来的方向会怎样呢 好 刚才说我们的业务有两大块 一是整合营销 尤其是整合营销里面 我们有几个部署的 一是在欧洲里面 成立我们的办事处 那好像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可以巩固 我们和欧洲的奢侈品牌的合作 第二 和欧洲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人才 我们可以吸纳下来 第三 包括我们中国品牌 其实可以输出到国外做推广的 这个就是整合营销的一个部署 第二就是数字营销 其实数字的增长是很大的 过去我们是说百分之一百的增长率的 那这一方面都是我们会加大 这是第二 第三 刚才所说的体育的IP 除了现在有环法和西格 其实我们都密切一些 有potential的体育IP 甚至其他的entertainment的IP 我们可以引赠在中国 所以尤其是IP的毛利是很高的 接近50% 所以数字营销和体育的比重 在将来会越来越大 是 好 如果我们翻查了个记录 看到公司其实在之前上市的时候 都得到一些基金的水清 譬如有一个叫顶尖风险投资 逆回去就不是红参资本 但在未上市之前 他们就甩掉了 那未来的方向 会不会再密释一些策略投资者 因为你们在招股里面 公司其实不是没有钱的 也有钱的 究竟上市集资 除了未来做大现有的业务之外 特别留意 你集资的三亿几里面 有三成四 那里都一亿 就会用作策略投资基金的现金储备 即是打算怎样使用呢 明白明白 我先回答我们的机构投资者 其实我们以前一例如来 都有很多机构投资者 包括联创 2013年留在我们Activation 现在都是我们股东之一 红参离开自己的考虑 当然我们最后是公司对公司很有信心 所以我们回购红参离开自己的股份 也有一个很好的回报给红参离开自己的股份 而今年或者我们刚刚做完很多的路演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国际投资者 都成为我们的PACEMENT 包括Long Fund 包括Hedge Fund 这些优质的投资者 其实在未来业务都帮到我们的 尤其是IP 这个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是的 我们是Positive Net Cashflow 我们是现金流的公司 而我们上市的目的 刚才所说有多大 其实其中一个最主要是 我们看中一些海外并购的机会 在香港上市 其实会帮到我们未来的发展 是 听到Steve满有大计 公司亦都磨拳拆掌 现在上市了 有钱了 未来应该是立即要行动的 今天谢谢 Steve来自艾德韦孙 今天上市的七只其中一只新股 我们的行政仲裁 谢谢你